你是销售状元 那我就出一道题考考你 你有什么办法 把你脚上的这双高跟鞋卖给我 我可以想一下吗 可以啊 其实 我很不喜欢我脚下的这双高跟鞋 虽然它很漂亮 但是穿在脚上 真的让我的脚很疼 我说你这样的开场白 鞋子不好卖哦 我们每天走在大街上 都能够看到很多女孩 脚上踩着一双高跟鞋 但是你无法明白 我们踩着一双高跟鞋 工作了一天下来 脚有多胀多痛 有时候甚至会失去知觉 如果你把我的高跟鞋买走了 或许你的脚跟 要落在外面去穿 因为您的脚比我的脚大 如果是这样 坚持一天下来 你会发现 原来美丽 是要付出代价的 只有您真的穿了一次高跟鞋 您才会明白 您的女朋友 或者是妻子 这一天到底经历了什么 她们有多么的不容易 所以当你回到家之后 忍不住想要对她们 发脾气的时候 你想象一下 你白天穿高跟鞋的感觉 你会不会对她们好一点呢 我爸爸 一直都不明白 如何对我妈妈好 所以 一双高跟鞋 如果能改变一个丈夫 对妻子的观念 我觉得是有意义的 而且很值得 还有吗 还有 如果有你不喜欢的女孩 追你的话 你就可以把这双高跟鞋 放在你家的门口 这个女生看到了就会明白 原来家里 已经有女主人了 另外 我昨天呢 在一个朋友家 看见一张路易十四的邮票 他穿了一双高跟鞋 我不是很明白 晚上回家 我就上网查了一下 原来高跟鞋起初 确实是给男人设计的 当棋手 站在马当上射箭时 高跟鞋可以帮助他 站得更稳 射得更远 你买了我的高跟鞋 还可以体验一回 当路易十四的感觉 那如果我买了你的高跟鞋 那你今天 就得光脚回家了 我小的时候 就光着脚 下过水田 走过山路 放过牛 这上海平坦的大道 对我来说 不算什么 好 你明天就过来上班 薪资按你说的来 欢迎你 起来 我这样 搅拌 鞋